數改善 暗瘡 戰 終極 我找Jackie Lee幫手 她們兩個熱波選完暗瘡 現在沒有暗瘡 我心翻殺 由Jackie Lee和暗瘡 2012年 日本票房冠軍爆笑喜劇 連續五星期 祭拜日本票房 總票房充獲50億日圓 黃色五百萬冊 超人氣漫畫改編 今天 爽啊 回來了 逢星期五晚11點半 沈大師 沈鎮營 高輝 小兵 總結分析一周財經形勢 有大師指點 自然人人有前途 香港人網 敢說 志好聽 自從第一次跟你相遇之後 我對你一直都念念不忘 忙不了小籠包 魚子醬分蛋 菜心獅子頭 花雕醉雞 宋嫂魚羹 黃金蝦球 盛黃胡椒餅 我決定要馬上去觀塘 成葉街東廣場二樓 吃光你們的辣桃 忙不了拉麵小籠包訂位電話 2668-9133 很近地鐵站的 食點心 我要有創意 點點心 點心專門店 曾榮獲Time Owl Magazine 最佳點心大獎 紐約新聞周刊 2012年全球101間最佳食戶 忍手點心推介 脆皮鮮蝦腸 真係菠蘿包 燒汁洋茄子 芥末鹹水角 泰子燒買王 出名不一定貴家 點點心為人民服務 還不快去灣仔天樂里 旺角通賽街 佐敦文英街的點點心 記得吃一碗 蛋白杏仁茶才好酒 唱譚天下事 細說細泰情 譚志強 梁偉 譚天說秘 今天講講的話題 關於肥佬黎 本身在台灣是成功的失敗 大家都知道肥佬黎 稍後會賣盤 但我想很多聽眾 沒有仔細地 一傳媒集團發表公告 或者台灣方面 對什麼報導和分析 香港人 見人蠻蠻蠻開心 肥佬黎玩了十二年 結果一泡清袋賣光 很多人說肥佬黎 抵死 踩多兩腳 特別是周慈倫 這個歌聲 每天被狗仔追根 很煩 直成說肥佬黎 抵抵打我 最好 但實情是否這樣 我想大家看看 有關一傳媒集團的公告 其實這個公告 我經常講得很清楚 首先 他發出第一點 他要將台灣 向台灣的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肥仲良 肥仲良是誰呢 就是肥鎮浦的孫 台灣最大的肥鎮浦家族 我們叫陸港肥家 有水泥廠 有銀行 有信託公司 有什麼差都有 連傳媒本身自己 他都有曾經搞過 現在還有一些有線電池網絡 全部都是他去找的 玩超級大家族 175億新台幣 大概是46.4億港幣 作價 賣光整個台灣蘋果的傳媒業 給顧鎮浦家族 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包括幾個東西 一個是蘋果日報 一個是爽報 一個是一電視 這個交易分成兩筆 第一筆 就是關於台灣蘋果日報 爽報 一周漢傳統的印製業務 價值的42.4億港幣 一電視的價值 是3.98億港幣 買家已經向一傳媒支付 一成的 即是4.64億港幣的按金 會在香港證監會審查之後 全部給了46.4億元的現金 為什麼分成兩筆呢 因為原來兩三星期前 肥洛拉曾經一電視 就在別人簽了意向書 就是跟年代電視的 練台生簽的意向書 本來就要把電視業務 賣給練台生的年代電視 但是那個是意向書 還未正式落實簽約 現在 顧家出的這麼好的價錢 就不是只賣引測傳媒 要賣電視傳媒 於是整個就賣給顧家 這方面來說 法律就可以解決了 反正就是 撻訂賠利息 諸如此類 賠給年代電視 練台生就搞定了 但是問題是 這個法律要守續 需時 所以不能一次過賣完 要分兩部分來賣 這就是整個公告的重點 在於這方面 第二件事公告有些事情 我想香港人是沒有看到的 其實到這 one 是 souls 掰掰 那是他的 誰 according to achievement 準備了台灣 而是台灣還是不設 priest 他和台灣仍然嘔斷絲連余波未了 這個通過第二點說什麼呢 他一傳媒出售的只是印刷和電視業務 包括機器設備、納稅和人物 並不包括現在由一傳媒在台灣辦公大樓和攝影棚的硬體設施 交易完成之後 一集團繼續把物業租給買家 條款令儀 每年每月的租金是多少呢 他另外講述了 還有一傳媒和黎智英有所承諾 三年內就不競爭、不挖角 就不會擁有和控制台灣印刷和電視媒體業務 三年之後如果肥佬黎反口要搞回傳媒 他可以回來 即是根據合約 但肥佬黎反口複舌的紀錄 大家都知道 他一直都說難聽 這個數補很厚 那時候你記不記得 虎威持有那個 佐丹奧那些股票 又說我不賣我不賣 死都不賣 我靠志氣家我不賣 結果一個反面 早上說不賣 下午到第二天 就賣光給華潤集團 還賣了多好的價錢 賣了幾億 所以你就看得出肥佬黎的本質其實是商人 也就是他最大的責任就是上市公司主席 上市公司為了什麼呢 其實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賺錢 又幫自己賺錢 又幫股民賺錢 這就這麼簡單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觀點去看 去看肥佬黎今次的賣盤 其實他是沒有問題的 我有一件事在台灣搞了十二年 搞搞六月搞完 為什麼不相信呢 就很明顯受到某些政治上的干預 首先兩三年前要買中國時報集團 結果說到差不多搞定 突然飛一個旺旺集團的蔡顯明出來 就在共產黨的指使 國民黨的默許或者合作之下 一晚之間就難你糊 一百五十六億台幣 看賬簿不看 馬上課課銀 就截利糊 由於截利糊 肥佬黎先要自己搞電視 自己搞電視 結果燒銀子燒了七十幾億 有人說燒了一百億 反正有理沒理 新台幣起碼燒了差不多二十幾三十億港幣 即是整個開頭 你已經知道政治氣氛是不妥的 特別是馬英九上台之後 現在你搞一電視 又死了 國家電視委員會 廣播委員會 就說 你淫賤 你壞 我不讓你拿牌 整個說法不讓你拿牌很簡單 整個說法就是 國家電視委員會說 你記錄不好 我怕你搞淫賤 越搞越大 為什麼越搞越大呢 反正就是 他本來呢 大家都知道 他的原因前一號碼是這樣的 他本身的壹傳媒在台灣的玩法 他為了要把報紙更加形象化 他成了一個很大的動畫部 和動新聞 雖然有些醜聞 有些拍不到照片 就搞到活龍活現 反正就像 真的一樣 然後先在《蘋果日報》做視點 但想不到 就做到很大的批評 甚至政府說不讓他入商店買 甚至又被台北市政府 說他把這些色情的資料 就通過大哥帶 WhatsApp之類 就派給了18歲以下的小孩看 講得難聽 就是奸由努力 還罰了幾十萬台幣 這樣就很清楚了 即是 你國家全部委員會 即是台灣的NCC 就沒什麼可能 在這樣的風頭鎖替裏面 讓你繼續搞一段事 那就批評他 理由也很堂堂正正 說你雙風敗燭 拉 去找了23年到21年 一批短 大家都知道一傳媒最能賣得 就是色情 暴力 狗弟雲 我只要一電視 男友拿你的買 就恐嚇她 就叫要隱藏他 最有賣點的 叫淫錢 �enfant 沒有人看 那就少一錢 聽說她每天燒1300萬台幣 那是一年2年2年 太感潛了2年 這裏燒了70億新台幣 起碼燒了70億新台幣 再加上爽貨免費派 所以據我們所知 起碼燒了100億台幣 不管怎樣 熬了幾兩年 終於上台了 給你一個頻道開 但是給你頻道開 這是第二個打擊 第三個打擊是怎樣 台灣有線電視系統台 我根本就不做你生意 我不是不排你的頻道 就放到百幾二百號後面的冷門時段 本來我就用送機頂盒的方式 或者通過中華電視的MOD 去找到收視戶 但是因為台灣的收視習慣 跟澳門差不多 裝掛有線電視 400元台幣就看百幾二百個台 結果 你又不合台灣人收視習慣 你就推廣不出去 我無緣無故白事 我家裡已經有一條有線網 已經有機頂盒 我怎麽多買機頂盒 或者收 你不要說 你送機頂盒給我 我無緣無故白事 裝機頂盒 刻意看一電視 看到你投資買了這麼多機頂盒 又買又送 結果收視率仍然等於零 所以台灣一仔 包括蘋果日報和蘋果日報 幾賺錢都好 結果就不夠燒 燒燒燒燒燒燒燒 那現在最後你就快點 不行了 因為你看到三件全部和政治有關 一 就折你中國時報集團的買賣案律庫 二 就是國家廣報委員會不批牌給你 三 就是台灣當地的有線電視網絡 就不跟你做生意 其實背後很明顯有隻黑手 這隻黑手當然就是以馬英九為首的中國國民黨 那說難聽一點 你明知道和執政總對著撼 你根本很難混吉 你這些香港 這些台灣不跟香港 你台灣戒嚴時期留下這麼多 有關廣播電視或出版媒介的法例 要整理用什麼 而總是你是外地人 沒有跟沒有強 你又不跟民進黨三立 民視自由時報 有什麼事出了東西 那民進黨的議員 管碧玲那些人飛出來 就是這樣狂鬧了 政府 現在看世紀2016年 民進黨選舉應該都贏了 那你下面的官員就肯定了 所以你怎樣 即是同樣一份報紙 同樣是賣淫賤的東西 民進黨支持的那些 它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肥佬黎沒有人支持 你就很有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看一看是個細部不對 即是 你看看就好搞事 就開始 找買家 前後找很多買家 我們都知道 因為很多中間人 都是我們自己以前的時報 聯合部的行家 或者兄弟 或者同行 其實這些不是基盟 在台灣,你只要漏出,整行都知道 現在終於找到一個好買家 孤鎮浦家在那裡 孤鎮浦家在那裡分百多億台幣買你 失失稅 他一個中國信托了二、三千億台幣身家 都未計算水泥廠、房地產、房地產 一大堆 孤鎮浦家族買下來 其實 你說是不是真的為了賺錢 我想不是的 背後應該有些政治 其實根據我們看過《一周海報》之類 孤鎮一年台幣大概賺11億台幣 即使以後維持現在的狀況 你都要17年之後 你才剛打平175億新台幣的買賣 17年後才可以賺錢 都肯付錢 背後當然有政治 所以說來講 肥佬黎這次叫做強龍不敵地頭蛇 撤出台灣 我想是時候 不過你說成功不成功呢 我覺得是成功的 因為如果作為香港的股民來講 他只蝕離場 高價出售 令到《一周漢》在《一傳媒》在台灣的總投資 從負負財 變成正 現在賣了所有東西出去 他在手裏還拿回 11億的港幣現金 總算收拾身材 所以不管怎樣也好 他有賺錢 我就當成功 這個我們香港人講 賺錢是唯一的判斷標準 就是這麼簡單 肥佬這份 叫做《一傳媒》集團 其實在香港創辦以來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二十二年 九零年創辦 《一周漢》 九六年創辦《蘋果日報》 當然現在香港的年輕人 身一輩 十多二十歲 都喝肥佬奶奶水大 所以為何如此淫賤悔 淫悔道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這些我就不理 因為香港一向是 贊錢是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 你作為上市公司主席 根本是賺不賺錢 所以坊間很多評論 跟新聞道德相風敗俗 淫賤追落 其他這些全部不相關 香港最好玩的就是 只要合法 不犯法 做什麼都可以 很多坊間評論 幸災樂禍落井下 就罵肥佬奶奶 一否之肥佬奶奶很失敗 其實這些評論 都是很膚淺 有偏見 而且評論的人 劃多劃少 你一天就民主黨那班 或者電台某些名嘴 本身在平加布打過功 受過肥佬奶恩偉 一年撥兩千多萬給你 當然說肥佬奶不好 台灣迫害他 照二連三 這就是支持肥佬奶的偏見 有些被肥佬奶踩真 有些周杰倫 有些電影明星 甚至香港的政客 特別是檢制派 當然會掛肥佬奶奶 該死吧 正混賤 在台灣被人欺負 香港發治社會 台灣不發治 順便高碰自己 踩一下台灣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有利於衝突的 你問我 我覺得肥佬奶始終是生意人 你看他過去怎樣搞制衣 後來怎樣搞傳媒 其實他作為上市公司主席 最大的責任就是賺錢 你衡量一個上市公司老闆的能力 唯一的最客觀和標準 就是有沒有賺錢 其他雙風敗族 淫戰墜落 其實全部都是 即使有相關 都相關性不高 肥佬奶奶能夠 在一個被 惱受政治迫害的情況之下 以175億新台霸的價格 出售了傳媒市益 你扣了過去幾年 虧的差不多 大約100億台幣 你最主要賺了75億 差不多是15億港幣 講你現在金融海嘯之下 這樣的環境 你說除了房地產 或者開賭場之外 有哪些其他市益 可以賺這麼多錢 你如果賺這麼多錢 都不算成功 我問你 那香港哪個雙銀 才算成功 這件事 還有你看到的 他另外將 他的物資賣了自己的傳媒業務 但是問題 那些大樓呢 全部都在肥佬奶裡面 我們知道肥佬奶大概 就是在內域區 趁地價便宜的時候 賣了3萬坪 至少賣了3萬坪 一坪就等於36平方英呎 就是361 18 33 該九 買了10萬多尺的土地 後來有些部分 看到大樓出租 雜雜 那 講難一點 這些地 現在還找到買家 繼續捉下去 那條線 十多二十二年前 沒有地鐵 現在有地鐵 也有地鐵和沒有地鐵 至少地價便宜一倍 另外還有 你地鐵通了車子 你房地產 炒得興奮奮奮 那我還 我最多不玩傳媒 我租給其他人 可以嗎 可以的 現在很明顯 肥佬奶還是臨走 還咬多 沽重量一割 反映你有錢底 我還要大業主新聞 把傳媒帶流 反映一年 不知多少千萬 幾億 又租給你的電視台 還有那些報紙 是不是 你給得起 那我做沽重量的 你要我暫時在建大樓 搞單自己的事 很煩 為什麼 整個檔口不動 用回原龍棟大廈 在會計裡扣回一條數 喂 我經營這個傳媒 也很方便 一家便宜兩家著 是不是 所以這間買壞 我的肥佬 是幾 幾理性 理性的交易去完 之後 你又首相 又有渣 現金 又有租金 即是你收完一筆較大的賣價 以後每年就可以收一筆給一輩子的租金 這麼占便宜的買賣 你說是不是叫做 見好就收子切離場 平港的所屬一傳媒大賣 集團經過這次買賣的高價套現 就反規為形 拿回十一億多的現金 你看到的 一復牌之後 這個禮拜以來 一傳媒股價日日升 很簡單 很簡單 我股民和基金經理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評價 你的股票很簡單 就是有沒有賺錢 手裡有沒有拿現金 財務結構有沒有健全 領導層有沒有出現大的變動 還有你的產品將來有沒有銷路 這全部就是你炒股票本身的一個基本功 現在很清楚 肥佬黎這次這麼高的效率 買賣 你不算成功的話 那誰算成功 所以我一直覺得 你看問題就不能夠完全 用香港人的街路鞭社 去看肥佬黎 肥佬黎 你最多只能夠批評他 其實以後可能台灣賺得更多錢 只不過是被土炮打壓 打死了 就這麼簡單 想想想都不好了 不玩 賣了一個散場 專心香港的事務就是這樣 最多人說他彈小 就不能夠說他失敗 這個就很重要 那你一電視一傳媒出之後 其實在台灣內部也有很多批評 那你好像我們老友 台灣媒體改革聯盟 我以前的同事 他們那幫人提出的就說 其實一電視一傳媒 那賣法有一個最不好的地方 但一件事嚴重 已經是言論集中 因為買家本身來說 都有一些頻道還有優先 那你垂直壟斷的話 可能已經有新聞自由 另外 你國香港的委員會 事實上你怎麼判斷這個媒體壟斷呢 就是由那十幾個委員 本身自己說了 你沒有一定的法律依據 還有一些委員裡面 藍也有 綠也有 那藍想放水 綠也要咬死他 綠也想放水 藍也咬死他 難道市場投票嗎 真是很尷尬的嘛 所以現在台灣 你就變得怎麼 原來拿到牌子那些呢 就轉了很大的優勢了 就是我們進入了市場 我就要買通幾個 藍或者六個議員 涉了一個國家國報委員會 我就兩三票就否決你十幾票 搞到你的P算了 等到上不到頻道 這件事也是不公平的 其實應該是任何人 只要符合一定資格 他喜歡就讓他開 所以現在澳門那樣 衛星電視台 澳洲衛士要開 讓你開 營花衛士要開 讓你開 這樣才對的嘛 你現在看 其實現在外國加拿大 美國也是的 那些地方電視台 任你開 那些地方電視台 任你開 現在那些佩佩 姐姐都在加拿大電視台 那些電視台 應該這樣才對的嘛 還有呢 員工裁員方面 出現很大的問題 就像今次電視台 或者諸如此類 一旦說要賣盤 或者弄兩條稅 就炒三百人再說 為何炒三百人 就搜到動畫部的那些 原來老闆覺得 動畫部都搞到任賤新聞 都沒什麼必要 嘩 那些人 真是 真是叫狗樓樓式地球 現在 那你現在還看 整個傳媒 特別是一電視 申請 上架 就是他拿執照的過程 真是坎坷 坎坷到怎樣呢 他申請案 遲了保件 說文件不夠就補一次 文件不夠就補一次 補了七十幾次 多兩年多才拿到那個牌 你台灣的友善電視系統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排 要不就直接不排頻道給你 要不就排到九百里五號 百幾二百號 還有 由於這些友善電視系統 就沒有收視率統計給你 那你沒有收視率統計 我做廣告商 我會不會給你廣告 另外還有 你經常排一些有錢人 台灣廣告協會裡面 大概 那些有錢人 打持協議 他接到台灣廣告 就快了四十幾五十 即是集體給廣告 作為一個 托拉斯組織 就順便影響你言論 我個個都不給廣告給你 那你先死不死 那你搶幾百個動畫的員工 設備又貴 但是呢 業務就沒有成長 那就事實到眼淡淡 所以從2009年7月到現在兩年級 人事也好 設備也好 製作成本 高達巴巴和建築 就越消十一億 就消了七十 對不對 越來越消一千幾萬 到現在 消了七十億台幣 那你 大壞了嗎 你看看 還有申請的過程 非常坎坎 首先 2009年8月 就向NCC 國防國委員會 申請五張電視集條 但到十二月 三個月後 NCC 國防國委員會 就否決他申請新聞台和資訊中合台 就說他任天 跟著二零一零年 又重新送件 申請新聞台和資訊中合台 到三月 他那個國防國委員會 就不批這兩個台字 他就批了電影台和體育台給你 哈哈 好了 你七月份就開播了 開播到九月 跟著CNCC又否決你 又不讓你搞新聞台 意樂台和資訊中合台 跟著十月份 又補送文件又送過去 最後十二月就試播了 改了新聞台 改了網絡通平台 跟著2011年 最後才是有條件禁止什麼 禁止什麼 才通過新聞台的申請案 但問題是禁止的東西 全部是一仔最善逐的 人漸新聞 人漸通話 你開了這個台 跟其他台比你 是沒有比較優勢的 再加上剛才我所說的 那些有錢系統 連你的台也不讓你 門口也不讓你進 那你就死了 所以說來講去 到最後一傳媒 特別是一電視這個部門 裁員500 前一輪就宣佈裁員504人 包括動畫部204人 電視部300人 然後要賣盤 就死到這樣為止 所以說來講 你問我什麼呢 肥佬黎千錯萬錯 他只是錯了 就是去得太盡 說藝莊做得不夠 並不表示他不成功 如果藝莊做得好的 沒那麼成功 撿不欣賊媒體 媒體沒那麼成功 被一個混吉在台灣 拿到電視執照 我相信他的業務 一定會打死台灣 其他電視台 搞任善的 始終是肥佬黎最厲害 所以你只能夠說他成功得少 就是不能夠說他不成功 這就是我對肥佬黎的 在台灣傳媒業務 概觀淪定 香港人網 敢講自豪聽 熱戀心作品 一言一道 愛情超爆話題作 張智林 劉心悠 真人真志 啟發而成 天生愛情狂 十七二十五日 愛愛美風貌 香港人網 音樂癖好 大家好 我是龍小群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歌是 誰可聽我唱歌 戒著這面罩別看穿我 穿大方似有怪心裡有罷貨 誰人聽聽他唱什麼 你說會問這是哪一個 這首歌就是一個馬來西亞的粉絲 他見到我唱了很多的二次創作歌曲 唱了很多的cover歌 他就問我你沒有自己的歌嗎 我說沒有啊 他就說不如我送一首歌給你 於是我就很開心地接受了這首歌 隨意的客我誰可 靜聽我唱這歌 縱思及嘲笑不須太難過 亦不須要反駁 誰可 靜聽我唱這歌 暫於解中的一實感動過 來日起哼這歌 作曲的朋友都是這位粉絲的朋友 是Ashley Han 作詞的就是陶國祥 而我也有參與這首歌的填詞 戴著這面罩別看穿我 穿大方似妖怪心裡有罷貨 誰人聽聽他唱什麼 你說會問這是哪一個 古怪的眼光裡唱著我的歌 這首歌的內容大概都跟很多歌者的心聲一樣 有哪一個人可以真的 即使我戴著面罩 他也是很專心地聽我的唱歌的呢 隨意的卡我誰可 靜聽我唱這歌 縱思及嘲笑不須太難過 其實收到這首歌 我就會覺得網絡的力量真的很大 我是香港的人 而我可以收到一個馬來西亞的粉絲的禮物 而這份禮物是一份很好的心意 雖然他廣東話未必可以寫得很好 但是他都很盡心去寫到我想要的故事 我們一起去互動期間 其實已經很促進到大家那種交流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我是龍小菌 喂呀 你幹嘛不看我啊 嘩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頭 不是不看 是不敢看啊 蛤 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是都沒用啊 不如你收聽明星潮雨館 和食得精彩時段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 Jacka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 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 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上終極暗瘡快打 3188 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11月5號 愛多些愛上 I'm back 香港人網敢講自好聽 以下節目是由二環財務贊助火出 喂 一起出家吃飯啦 哦 那不吃飯 不如出家找夜玩啦 隨便啦 什麼你這麼沒主見的 蛤?你說什麼話? 哎呀 關注打機 球球旗 不如加入食蒲團 找食 找夜玩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呢 一路以來 食蒲團 其實是 播片 甚至是早年的食蒲團 都是錄影錄播的 今天呢 是Live 因為有我的關係 首次Live 首次Live 你們真是夠朋友 看我最忙的時間 做幾個節目的時間 你們就做Live 就給你做 對 直落 和你有秘密 現在和你通常都是前後腳的 有你就沒有他 有他就沒有你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伍佳營 快樂伍佳營 現在好像在忙著打稿 不要理會 不要緊 這個陣容都夠殺了 豪哥 早前你們就風流快活 去了安徽多美女 安徽多美女 安徽多美女 中華絨無蟹 哇 安徽一看又不是女 一看又是蟹 見到爆炸 應該是否辭職開始吃大閘蟹 所以要過去造訪一下 對